灌水球神器出動 一口氣就能灌出幾十顆水球 國民黨立委打算使出水戰 在立院臨時會審查 前瞻預算時進行杯葛 萬一要丟的時候 因為水球的話 不至於傷到人 但是可以強烈表達 我們抗議的意思 文攻策略也是藍營招數之一 你祭出5000個預算刪減案 把關前瞻開支 玩至鈔票紙箱堆滿黨團辦公室 藍尾高喊替民眾勘警荷包 就怕前瞻變乾坑 更不排除武鬥霸佔主席台 假設他編的項目 不符合外界的期待 甚至我們不排除讓院長 連上台都不讓他上台 完全沒有讓我們有一個緩衝的機會 好好的去研讀計畫的內容 還有經費的一個配置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覺得這是有點在打腳球的意味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好好來爭取 爭取這個可以看計畫的時間 能夠更長一點 藍軍敘事待發 試圖在前瞻預算審查工房 頒回顏面 因前瞻條例三讀通過 藍尾被選民罵翻 加上準國民黨主席吳敦毅 隱身幕後 不見過去志多星運籌帷幄 組合不主戰 軟弱態度引發質疑 從提太陽花往事快人快語的柯文哲 點出國民黨未來隱憂 準黨魁拿不出氣勢 也不願站上第一線 又該如何重振國民黨百年招牌 記者劉亮和邵玉敏台北報導